你到底在玩什么东西啊 这局的XYG 我配 嗨3比1战胜XYG 拿到下季赛第8分 离K假季后赛更近一步 而输掉这场比赛的XYG 则有可能打不了季后赛 赛前大家更看好比还多一分的XYG 结果XYG却乱成这样子 老板张大仙看到估计要分 说实话 XYG现在就秀斗一个点偶尔能C 新打野景莹真的不太行 还不如让9月重新回来试试 毕竟他曾经可是KPL赛区S组打野 说不定已经通过替补 把心态找回来了 这场比赛XYG的对手是嗨 从积分榜来看 这两支战队实力不分伯仲 因此这场比赛可能会打得很胶着 前三季嗨拿到了赛点 第三局XYG拿的阵容比还好很多 结果却犹犹豫豫导致败北 气得离久当场说出 XYG不配赢的话 第四局XYG的阵容拿得又很好 只要这把XYG前期不奔 后面基本稳赢 把XYG阵容比上把还好打 前期两边点到极止是军事 十分钟XYG出现大问题 明明是团战很强的阵容 却毫无运营导致白白丢掉暗影主宰 最主要的是 景云大思命这个奇葩 还跑去一打五送掉 直接让局面逆转 12分钟时 XYG抢到暗影暴君后 还选择墙上 由于景云大思命没血回家了 而秀斗敖影又去和孤立敌人节 强行换掉 所以最终双方团战打了一个一换一 15分钟时 景云大思命又去孤军奋战 而秀斗敖影则被初心森策撞出大招 这直接导致XYG让掉了暗影主宰 让掉就让掉嘛 结果XYG脑子犯臭还想去看 导致小致孙病和秀斗 没大敖影瞬间被还撑死 在失去双人组后 XYG团战大败 最终遭到一波 这波能顶住就是反手一波 打完之后剩一个人站起来 亚连再能打 你能把鬼人全杀了吗兄弟 咱们恭喜XY